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S6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了 Symbol的新类型 这个是ES6独有的 叫做Symbol 咱们今天来学习一下 其实这个Symbol稍微有点独特 我准备分两期给您讲解 今天咱们是第一期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 ES6当中增加了Symbol新的原始类型 它相当于NT相当于Strain 它是原始类型 好 咱们看一下实战演习 它该怎么使用 比如说 ES5开始 咱们有这么一个Strain类型 对不对 比如说咱们定义了一个Strain 叫做Hello World 咱们又定义Strain 也叫Hello World 然后咱们给一个Strain1 给一个Strain2 行不行 两个变量对不对 OK 没问题 然后咱们判断 Strain1是不是等于Strain2 等于对不对 值为什么 都是Hello World 值是一样的 那么Strain1的类型 等于不等于Strain2呢 也是处 也等于 这是什么 这是咱们标准的Strain的写法 及用法 咱们大家都已经熟悉了 对吧 但是 在ES6里面 加上了Symbol 就不一样了 咱们看一下 比如说 我定义了一个S1 Symbol型 内容呢 大家请看 跟Strain一样 叫MySymbol 完全一样吧 然后呢 我定义了一个Symbol2 内容呢 还叫MySymbol 这两个呢 是完全一样 值是完全一样 但是 它们却不一样 咱们看啊 首先说 咱们去用TypeOff这个函数 打印一下S1 就这个嘛 看看它 它是一个什么类型 以前是Strain嘛 现在呢 变成Symbol 然后咱们toStrain一下 没有问题 也是Symbol 然后里面的值 是MySymbol 这个都一样 但是 不一样地方在这 我判断一下 这个Symbol的S1 跟Symbol的S2 相等 不相等 false 不相等 这值虽然是一样 咱们以前用这个布尔形 用Strain形 用Number形 值一样 它俩肯定相等嘛 这哥俩 不 在Symbol里面 它就不相等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 给分配了一个 内部的ID 或者叫做哈希值 它比较的时候 并不是比较它的 这个value值 而是比较它内部的ID值 所以说呢 它们两个本身 值就不相等 然后咱们三个等号 去等于呢 你值都不相等 类型也不会相等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也是false 有朋友说 这干什么用呢 这咱们在以后 做一些个这个 常量啊 状态识别 都是非常有用 这是咱们下期给您讲解 今天咱们先运行一下 看看实验变量 怎么用 怎么跑 是不是我给您在这 显示出来的结果 好 咱们试一下 我这限一个文件 今天咱就一个文件 test.js 好 然后我先考上前半部分 Hello World Stream 这个和咱以前是完全一样 浏览器是也能运行 试一下 Node 空格 test 回车 大家请看 俩触不 对吧 肯定俩触 一个是值相等 一个类型也相等 没问题吧 OK 那咱们再试试 今天这个新概念 Symbol Symbol 咱们怎么翻译 标记 象征 是这个意思吧 记号 是吧 应该这么翻译 OK 好 试一下 我在下面再考两个 大家看 我这个地方 我为了保险期间 我把上面这两个 屏蔽起来 好 咱们看 我有两个Symbol 然后打印TypeOff 然后打印Tostream 然后比较两个值 比较两个值加类型 好 回车 Go 看 Symbol 各位这Symbol 借我没问题 然后它Tostream 是Symbol 然后直等于Symbol 换句话说 它们两个 这个SE跟SR比较是好 它不是按照Tostream 去比较的 它比较是内部ID 一定要记住 所以说这地方 它不相等 咱们编程时 可一定要注意 因为是Symbol 不是Stream 咱们有朋友说 编码我编习惯了 Stream吧 它就Stream吧 完全不是 新概念 新理解 好 那么接下来 它值都不相等 它三个等于 它能相等吗 也不行 对吧 所以说 两个False 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Symbol 最基本的使用 看似相等 其实不等 为什么 因为它每一个Symbol的对象 内部都有一个 单独唯一的值 既然它唯一 那就说明 咱们能利用 它这个唯一的特点 干很多很多的事 对吧 唯一嘛 对吧 虽然值一样 它居然都唯一 非常非常的有用 好 既然怎么用 既然它这么有用 那怎么用 我下期给您讲解 今天咱们先对Symbol 就个入门 好 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开心中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 会成为YouTube 又酷的观众观看 咱们下期继续学习Symbol 好 那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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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